干餐饮得时常摸摸凉性 在吗 疼吗 欢迎观众来看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网红店 近日记者卧底发现 标榜新鲜活蟹的网红店胖哥俩 用的食材是早就杀好的隔夜蟹 还大量使用过期土豆隔夜鸡爪 不久前耐血的茶也被曝光使用烂水果 小龙坎火锅店使用假冒的鲜鸭蟹 这几年网红店的概念突然就火了 都开始比谁家排队排的最长 这种饥饿营销在一定程度上 是能激发好奇心 但却忽略了餐饮的本质 味道和安全 仔细看看这些年的网红店 出事的不少 短命的太多 食品安全不是靠刷好评刷出来的 出了事它也不是几句道歉就完了 餐饮行业乱象不止 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 就像网友们说的 过两天换个名又开张了 所以加大处罚力度才是关键 而且在丑闻曝光前 很多人早就赚翻了 必须要持续追责 食品宴关乎每个人的生活 更需要行业自律 建议食品行业整个黑名单 个别企业个别老板 咱就考虑一下 终身禁止入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